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首次承办全运会部分赛事 下月起将陆续举行测试赛 以色列连续两天袭击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 中国维和部队加强演练 各位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 岑浩辉取得394票当选 得票率是98.5% 他说会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加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上午10点 在中普综合体投票 澳门中审法院前院长 62岁的陈浩辉是唯一候选人 400名选委有398人出席投票 包括首任特首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商人何游龙 前特首崔士安等等 大约半小时就投完票 随即唱票 到过半的201票的时候 陈浩辉达到当选门槛 陈浩辉最终取得394票 得票率98.5% 比提名的时候还要多8票 另外有4张白票 陈浩辉感谢国家与市民支持 形容现在是澳门建设 发展最好时机 会加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提升管制水平 我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 及广大市民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让市民 在不断优化的公共服务体验中 拥有更多的幸福感 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用心为民众办实事 不负广大市民对我的揭幕 与澳门之前三位特首不同 陈浩辉没有商界背景 也是在内地出生 上世纪80年代移居澳门 我赞助者女 心中感慨万千 因为我的人生轨迹 始终同国家 同澳门 同呼吸 共命运 我将永为感恩之心 和赤字之情 无愧时代与社会 无愧澳门市民的信任 属夜在公 鞠躬进水 将全副精力奉献给 这座我深爱的城市 和广大市民 多谢大家 陈浩辉或中央政府 正式任命之后 将会在12月20日 也就是澳门回归 25周年当天宣誓就任 任期5年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港澳办祝贺 陈浩辉高票当选 相信他能团结带领 澳门社会 奋发革新 新华社率先以快讯 报道陈浩辉高票当选 港澳办随即发文祝贺 说选举圆满成功 反映澳门社会 广泛认同陈浩辉的品格 理念能力和作风 相信陈浩辉 定能不负人们厚望 团结带领澳门社会 宁心俱力 奋发革新 创造澳门更加美好的未来 澳门中联办就说 这次选举公开 公平公正 成功实践 生动体现澳门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澳人制澳 高度自治方针 相信陈浩辉一定能够 团结带领新一届特区政府 和广大澳门居民 奋发同行 持政革新 行政长官李家超 也祝贺陈浩辉当选 很有信心 未来与陈浩辉紧密合作 港澳两个特区 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以港澳所长 贡献国家所需 为国家现代化 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无线电视记者 李慧怡报道 其他消息 何文田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一名工人从棚架堕下 送缘后不知 现场是 文福道25号 正进行工程的一间 国际学校 一名40多岁 非华裔男工人 上午近11点半 从4至5楼棚架上堕下 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 最终正式不治 劳工处正就意外 原因展开调查 香港首次承办 全运会部分赛事 全运会统筹办主任 杨德强表示 下月起将陆续举行测试赛 确保准备妥当 明年11月举行的全运会 首次由粤港澳三地承办 其中本港举办七人篮球赛 建机以及单车等八项赛事 全运会统筹办主任杨德强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处表示 下月开始到明年初将会陆续进行测试赛 先是高尔夫球 全运会期间将有约三千名运动员分批来香港 其中三项赛事在企德体育园举行 会不会考虑把附近的企德方舱隔离设施给选手入住呢 杨德强说不够配套不适合会选择酒店 裁判方面他估计本港足够应付七篮 场地单车和高尔夫球的赛事 但手球等其他赛事相信要内地帮忙 又说目前开始和本港体育总会讨论临选机制 确保公开透明 以往感人多关注奥运 少看全运 他在节目后说 有意在比赛期间在香港举办加联华希克 有别以往做法 他七万市民踊跃观赛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辉报道 香港单车节早上举行 有破纪录约六千名单车手参加 尖东舒适巴厘岛活动起点 天还没亮就人头泳泳 当中有四届环法单车赛冠军得主费洛美 奥运奖牌得主理会师 三届亚运金牌得主黄金宝 一起参加五十公里组别赛 三 二 一 五十公里组别清晨五十十五分率先分批出发 路线以去年的三岁三桥为蓝本 行增沙田岭隧道路段变成四岁三桥 其实每年都很期待那些路的 因为平时只会开车才去 所以现在踩车我觉得很开心 至于随后出发的三十二公里组 较去年增加两公里 除了昂传州大桥外 经济也首次踩上丁九桥 不过总有意料之外 救护人员赶道场协助遇到意外的车手 也有个别单车手中途坏车 首批出发的单车手在起步后大约一个小时 在左顿道终点冲线 将香港展现成一个运动旅游经济 一个运动旅游城市之都 展现我们的魅力 尤其是给我们国际的朋友 我们今天很多旅客和本地的市民 一起去展现香港 这么美好景色的魅力 旅发局也在西九竹翠公园 举行首个单车节加联华 让市民和旅客一同感受单车节的气氛 江年华厂内的运动市集 几个摊位都有推出各种折扣和优惠 或者赠送纪念品 吸引到城人士消费 无线电视记者陈上先报道 酒吧即日起推出五条假日宠物巴士游路线 市民可带同宠物乘搭宠物巴士 五条路线游走沙田、西九文化区以及马湾 等宠物友善地点 每逢周末以及公众假期服务 每半小时一班 其中来往沙田及全湾的路线 与双层巴士行走 其余四条路线就用旅游巴士 乘客乘搭相关路线前 需在酒吧网上商店报名 每名乘客可携带一只宠物乘搭 每乘35元 黎巴嫩局势持续升温 两日来已有五名维和部队成员受伤 多国谴责以军攻击维和部队哨战 中国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报平安 并因应当地局势举行应急演练 美国据报考虑在以色列部署 萨德反导弹系统防范伊朗 面对黎巴嫩局势升温 中国第22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 连日来完成代号豪猪演习的演练 有效检验和提升维和官兵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 并向外界报平安 中方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早前营区附近有炸弹爆炸 设施受损 无人受伤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发声明指部队位于纳古拉总部的一名成员 周五晚被附近军事活动的枪弹击中受伤 接受治疗后情况稳定 新华车报道 自冲突升级以来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已累计5名队员受伤 包括两名斯里兰卡籍以及两名印尼籍的成员 多国谴责以军过去两天攻击维和部队绍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部队成员受伤深表关注 他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电话时 敦促以色列确保维和部队安全 以色列与黎巴嫩战火持续 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及东部 周六向23个南部村庄发出新的彻底令 黎巴嫩指已军袭击三个不同地点 造成至少15人死亡30多人受伤 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 指拜登政府正考虑在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以回应伊朗近日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 但暂未有最终决定 萨德系统可以击中150至2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防御范围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广 据美国大选约三个星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利公开医疗记录 证明自己健康良好 批评共和党的特朗普欠缺透明度 特朗普竞选团队反驳 指所有报告证明他健康良好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利公开身体检查结果 只证明自己具备胜任总统职责的生理及心理素质 质疑对手共和党的特朗普欠缺透明度 59岁的贺锦利周六公开医生信 信件指她对上一次在4月进行的体检和常规血液检查 结果并无异常 形容她的健康状况良好 只是由季节性过敏继续抹诊 医生又指贺锦利奉行健康饮食 没有吸烟只偶尔适量饮酒 贺锦利竞选团队期望 透过公布贺锦利的健康报告 可与特朗普近年 势少公布健康详情的做法形成对比 78岁的特朗普在加州出席造势大会时 把焦点放在批评克锦利的移民政策 特朗普竞选团队反驳 指特朗普有自愿更新健康状况 所有报告证明她健康良好 特朗普在7月遇刺后曾发表声明 只强调特朗普健康状况良好 没有披露细节 去年11月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曾发布医生证明 指她非常健康 但没有公布体重 血压等数据 无线电视记者和一月报道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 再会 concerned的朋友们 人道 schwer不安好 应该新闻数据